交通部上个星期驳斥媒体报道 如佛新山来往新加坡的捷运计划 展延半年后 交通部长陆肇甫今天澄清 这项大型计划暂时搁置到明年4月 主要原因是我国政府需要半年的时间 研究和修改重新签署的协议内容 但政府并不是重审捷运计划 新加坡交通部长徐文远昨天表明 马兴两国会在明年4月前 修改和签署三项柔新捷运的协议 包括双边协议 两国公司联营发展协议 以及计划运营商的特许权协议 才能够落实长达四公里的柔新捷运计划 新加坡在10月21号接获通知 表明我国政府有意修改部分计划 包括建议将地铁计划改为轻铁 而随后我国提出展延柔新捷运计划 到明年的4月30号 交通部长陆赵福在国会走廊上回应 六个月的展延是马新双方认同的期限 为了更进一步与新加坡洽谈执行细节 执行继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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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续 交通部将会邀请咨询顾问研究柔新捷运工程 预料明年4月前完成修改协议 马新两国正式签署新协议 《资计划》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《资计划》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《资计划》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